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一些打鼓 ok 很好 你可以告诉我 当天是怎样赢取这个比赛呢 因为你告诉我是有24团里面得到冠军 然后你们得到冠军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是怎样赢取 怎样脱颖而出 赢取这个比赛的呢 要有创意 要有团队合作 团队合作 还有呢 要演得像武师 要演得像武师 所以谁是尸头 谁是尸尾呢 我是尸头 我是尸尾 然后你们选武师方面 尸头要什么颜色 你们会有特别研究吗 没有 你的武师是什么颜色的 黄红色 你们是特别喜欢这个颜色吗 没有 因为是教练接我们的 教练接你们的 大概整个武师你们知道大概多少钱吗 整个武师 一个尸头多少钱 大概价钱 两千多块 两千多块 两千多块啊 一个哦 OK 就是你们的学研界里面的那个五十整个设备 嗯 那么翘楼打鼓谁打鼓呢 那天 那天是A车 我们就请一个师团来打 哦 你们比赛时间是多久呢 当天 三分钟 一个团队三分钟 哦 一个团队三分钟 所以是从早上 那天比赛是从早上到晚上对吗 没有 早上到下午 哦 早上到下午就完了哈 嗯 所以你认识那其他二十三团的武师吗 不认识 都不认识 哦 哦 OK 就是全部二十 全部的这个武师团队是从其他的学院过来的 有 有些是武师团队 有些是自己妈妈在YouTube那边看 然后就走 哦 OK 现在的妈妈都好厉害 就是从YouTube学 然后教他们的孩子 整容武师哈 嗯 哦 OK 这样子 你觉得 就刚才你们讲的武师比赛 就是要创意 要有一些好像 嗯 还有什么需要 还有什么需要 投入进那个角色 投入进那个角色 要办得好像 好像弟弟说的 是要好像 好像五十嘛 对不对 嗯 这样子 你们从这个比赛学到 学什么东西呢 嗯 要互相配合 互相配合 那弟弟呢 要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 有没有试过好像骂架啊 这样子的 有吗 嗯 有 有一些争吵对不对 嗯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哈 不是很多哈 OK 为什么 就是 狗狗讲要去哪里 然后你呢 你要跟着他 对不对 还是你们会讨论 你们的五步要怎么走 啊 会讨论前 然后再走 就是要沟通嘛 对不对 就是说你要跟弟弟讲 你要跟着我走左边 你要跟着我走右边 对不对 所以如果 弟弟有没有很听话 有 有时会有一点 有时会有一点 然后其他时候呢 有时他听 有时他不听 哈哈哈 但是你有自己的意见 对不对 你觉得 狗狗应该走这里比较好 对不对 你会给意见吗 不懂 哈哈哈 OK 就是说其实武师呢 是个发挥团队的精神 就是有时候领队的要带领前面 然后师尾呢 要跟着领队 对不对 嗯 很好 这样子 嗯 你们在哪里学武师的呢 在甲冬国心那边 甲冬国心啊 是中几时开始学 我从 去年 去年 没有 今年一月 今年一月 才开始学 短短的 才三个月 就得到冠军了 没有 就四五个星期 四五个星期 嗯 你是今年开始学 嗯 今年一月 嗯 然后你几时参加比赛 二月 二月 等了四五个星期啊 嗯 哇 真是好棒哦 你呢 嗯 你学了多久 也是跟狗狗一样 嗯 嗯 OK 就是现在的小孩子 学习能力都很快 OK 来关于 嗯 所以你刚刚说你练习 一个星期一次 每次两个小时 嗯 就是晚上的时间 嗯 就是大概星期几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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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星期五 嗯 就是读书回来 然后吃了饭 然后就去 嗯 就是会很兴奋嘛 每次学习的时候 会 会很兴奋很开心哈 OK很好 这样子你们的学院有多少位的成员呢 差不多四十五十位 四十五十位 嗯 有多少位小朋友呢 嗯 四位 就是四位 哪四位呢 我 我弟弟 我弟弟 还有我的最小弟弟 哦 全家人哈 OK很好 这样子 希望这个影片出了过后 会有更多的家长送你们的孩子去学五十 因为学五十其实是锻炼他们一个团队的精神 还有他们一个自律的精神哈 OK 这样子你们有没有说喜欢特别什么 也喜欢什么颜色的五十呢 黄红色 黄红色 就是你们现在用的哈这个哈 嗯 不是说有喜欢 因为我看到有些蓝色啊 有些青色啊 有吗 没有就是喜欢黄红色这样子 嗯 对不对 嗯 OK 刚刚你们说你们学了这些团队精神啊 还有一些 嗯 要聆听嘛 对不对 要听取这个领队的这个 呃 一个 呃 他们的 领队的一些话啦 这样子怎么用这些东西在你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 嗯 就 嗯 就领导同学那些 领导同学哈 有没有在学校做组长啊 或者是班长啊 还是巡查员有吗 组长 哦组长哦 有吗 弟弟有吗 还没有啦 因为还小哈 你今年 呃 九岁 今年九岁 你今年九岁 哦 OK 但是还有你十岁十一岁的时候还可以要求老师说 哦老师我要做班长之类的 哦 OK 这是因为我们要多做这些角色 然后训练我们这个这个领队的精神 嗯 你会再参加比赛吗 如果有机会 会 会 你喜欢这个比赛的感觉 嗯 OK 下次也是会继续 呃 争取拿第一吗 呃 会 会啊 尽量啦 OK 因为比赛其实这是非常抽象的东西 哈 OK 谁是背后支持你的人呢 家人 家人 很好 啊 有谁吗可以告诉我吗 嗯 妈妈 爸爸啊 大姐啊 啊 他们啊 他们啊 还有你的学院的那些 呃 团队呢 有吗 会 他们都会给你鼓励哈 嗯 啊 OK 这样子你学校的朋友呢 他们知道你参加比赛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有没有跟他们讲 呃 有些好朋友会跟他们讲 哦 这样你学校知道吗 银了 然后他才知道 哦 银了才知道啦 嗯 OK 所以你们是为 微笑争光嘛 对不对 假动三笑哈 嗯 嗯 嗯 这样子 嗯 就是其实你会看到以前 你的你的学院的人都是大人 对不对 嗯 他们很常去表演 对吗 嗯 所以你觉得 以后你会朝上这方面去吗 就是说 朝上这方面跟他们好像 农历青年去表演吗 会 会 你会 嗯 这样子你会觉得 农历青年都是我们华人重要的节日 对不对 嗯 然后可是你就是要牺牲陪家人 家人去 呃 去陪伴家人的时间 然后去表演给人家看 你觉得 这种感觉是怎样的呢 很开心很兴奋 就是觉得很开心哦 嗯 就可以表演给人家看 对吗 嗯 嗯 你知道 你的那些学 那些学长哈 他们收费多少呢 大概 学长 嗯 你的这个 你的团员去 农历青年啊 跟人家武师住姓的时候 他们会收费大概多少钱呢 这个是假 懂吗 不懂 不懂啊 也还小啦 有关系 也就是当做兴趣啦 嗯 所以现在你们有去表演吗 你赢了比赛扣有去表演吗 呃 有 有去阿嬷家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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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是没有真正的去什么 呃 商场表演这样子 还没有 没有 还没有啦 就是去阿嬷家表演哈 好棒 OK 这样子 嗯 你会想和观众说些什么呢 嗯 你会鼓励他们学武师吗 会 会 为什么 因为把那个武师的传统文化传留下去 很好 就是传 把那个文化传留下去 嗯 因为武师是我们华人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之一 对不对 嗯 对吗 很好 这样子是 你将来的愿望是什么呢 成为一名武师教练 哦 武师教练 嗯 你呢 成为一名武师的师傅 成为 一名武师的师傅 哦 也是教练的意思啦 对不对 哦 就是你们两位 就是 未来就是要 呃 做教练然后教导下一代 对不对 嗯 很好 OK 这样子 还有什么东西要跟 跟观众说 是分享一些武师的东西吗 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 没有 就是从武师就是从兴趣开始 嗯 然后妈妈帮你报名 然后就迎提了冠军 对不对 嗯 所以你觉得这个过程是 开心吗 练习辛苦吗 其实 呃 会有一点辛苦 怎样辛苦呢 嗯 就有时有一点累 很累哈 OK 就是体力上有消耗很多 对不对 嗯 对吗 这样你星期六就是睡得很迟 嗯 有时 有时 如果有去别的地方的话 就起身很早 很早起来 哦 OK 这样子哈 所以你就是 其实是 有开心 有辛苦 对不对 但是一切 现在赢的冠军都是 以前是觉得值得的 对吗 嗯 很好 这样子 嗯 这样子 还有什么东西要跟观众分享的吗 没有 没有了哈 OK 好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关于武师的话 可以留言 然后我们的小朋友 或者是他们学院的人 都会带我们来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其实武师呢 是个非常美丽 呃 是华人最美丽的一个传统 所以希望这个武师传统 会继续延续下去 也是非常感谢你们的学院 因为有这间学院呢 你们才可以有机会学习 OK 我非常感谢韦汉 还有韦涛上我们的节目 所以我们下次再见 Bye